《新冠肺炎》 很多人都会问 究竟天然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免疫能力可以维持多久呢? 也不少人问 究竟打了针后 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有多久 其实这个问题 可以用两方面去找个答案 第一方面 可以用一些实验室的方法 例如说感染完之后 或者打了疫苗之后 体内的抗体 或者细胞引起的保护效果 维持多久 那个level有多高 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一个整体 比较宏观的角度 看一看天然感染之后 或者打了疫苗之后 有多少人重新再给新冠病毒感染 前者就有少少好像 比如说在理论上 比较一个国家有多少军备 武器有多厉害 这个就比较理论上一些 后者就好像是一个实战 即是说 究竟实际上 那个保护能力有多久 好像真的打仗的时候 不只是看武器 很多时候就是看策略 各方面配合在一起去看 那我们首先讲一讲 天然感染那方面 天然感染之后 我们发觉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身体的免疫反应 抗体反应 是叫做一个合理的反应 就不是非常好 就是说 天然感染之后 抗体又不是升到很高很高 而是一个合理的保护 而这个抗体反应 随着时间过去 是会慢慢的减少的 那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它不是说 跌得很快 很快就没有了 又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方面 就是比较上理论层次的 就是好像我刚才说 是一些 好像只是比较一个国家的军备 那实战又如何呢 实战上 主要就是看 在天然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有多少人 重新再被这个病毒感染过 那so far来说 我们发觉 就非常之少的 就是说 感染过新冠病毒之后 重新再感染的机会 就并不高的 就是起码 我们的数字到这一刻来说 我们发觉 如果天然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起码六个月 或者有些人觉得八个月之内 再感染新冠病毒的机会 是非常之低的 但是虽然这么说 不是不可能的 那最新的 在丹麦有个研究 就出了来 就发觉 那些大过65岁的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重新感染的机会率 是高了一段的 那当然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 就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话 重新感染的风险是大了的 那第二方面呢 大家要知道呢 他就是感天然感染之后 身体的抗体反应呢 就 他虽然说大部分人呢 那个抗体反应都是合理的 但是呢 那个上落非常之大的 就是说有些人呢 就很低 有些人呢 就高很多 就是说上落的幅度呢 可以差一百倍那么多 就是说天然感染之后呢 身体里面的抗体呢 就比较上难去预计哪些人会好些 哪些人会差些 好的那些可以相当不错 差的那些呢 又真的相当一般的 好那至于打完疫苗又怎么样呢 那这方面呢 我们第一要知道的呢 就是有一个迷思 那我之前的视频都说过的了 就是说呢 我们很多人呢 都常常误会了一些病毒感染啊 天然的感染引发的那个保护呢 很多人以为呢 就一定比打疫苗 引发那个免疫反应的 那这件事呢 就不一定对的哦 那举个例 比如说脂肿颈癌那些疫苗呢 那些HPV啊 就是人类与头病毒那些疫苗呢 它其实呢 天然感染之后呢 那个保护效果呢 就一般的 但是呢 打完针之后呢 那个保护效果是好很多的哦 那而新冠病毒疫苗呢 似乎都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就是说好像我刚才那样说的 天然感染之后呢 就对人体对于新冠病毒 产生的那个抗体啊 那个保护效果呢 上落非常之大 最好和最差呢 差一百倍那么多 那但是我们发觉呢 打完那些新冠病毒疫苗之后呢 那比如说 Moderna啊 或者Vivor BioNTech啊 福必泰这些疫苗呢 它那个抗体反应呢 就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尤其是呢 打完第二针之后呢 效果相当相当不错 比起天然感染呢 那个抗体水平 那个保护水平呢 就更加好 和呢 就更加容易预计了 就是说打完两针之后呢 那个保护反应呢 就非常肯定是相当不错的 那而so far呢 专家也都觉得呢 就其实以这个新冠病毒来计呢 它呢 并不需要一些超级高 特级高的抗体 或者身体的免疫反应 才能够对付到的 就是只要呢 身体的抗体反应 或者那个细胞 就是白血球的 那个保护那个反应呢 是叫做合理呢 就已经一般足够可以预防到 这个新冠病毒的了 所以呢 就以这个 就是现在 刚才我说的那些 比如Moderna 这个保护效果呢 可以更加长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就会觉得 比如说 打完两针 这些这样的 Moderna 疫苗 那么 应该的保护效果呢 可以更加长 有些人就估计 就是 起码都一年 或者甚至更长 都有人估计 是应该做到的 那最后呢 我就用这个图呢 就说明着 现在 我们常用的疫苗的效果 那这个表呢 就这样看的 那这个呢 这个Y軸 这个垂直 这条线呢 就代表呢 就打了现在这些 有效的疫苗 那个保护能力 这样 那 越上就越高 那 就越往下 那个保护能力就越低 那 如果到了 这条线 这个level 那就是代表呢 就开始 如果说 保护能力低过这条线呢 就代表呢 就开始会有些没有病症的感染了 就是低过这条线的话 那如果低过这个 这个红色那条线呢 就会开始有些 有病症感染了 就是到这一点呢 如果低过它呢 就开始有些有病症的感染 那 最低呢 就是入院那条线 就是这个蓝色线 如果低过这条线 就是说 打完疫苗之后 的保护能力 如果跌到低过这条线呢 那就是代表呢 就打完疫苗 都会入院 那样 那现在的情细是怎样呢 再提一提这个 这个X续呢 就是这个时间了 那就是说呢 以那个 元祖病毒 这个写得不太清楚了 那就是元祖病毒 就是最 original 那种 新冠病毒 那样 那这样 那这条紫色线呢 就代表了 打了疫苗之后呢 对那个元祖病毒 最 original 的病毒的保护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随着时间过去呢 打完疫苗之后呢 保护那个人 免受这个元祖 最 original 的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 都会慢慢消退 慢慢减低 但就不是跌得很快 跌到最尽呢 这一刻 这一刻 到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现在了 那到现在呢 我们还能看到呢 打完疫苗之后呢 对付这个元祖病毒 最 original 的病毒呢 都仍然不错的 因为起码呢 它都没跌得低 都得过这个 没有病症感染这条线 即是说呢 仍然能够相当 有效地保护我们 免受这个病毒的感染 那样 而黑色这条线呢 就代表了英国变种病毒 那黑色这条线呢 就和这个元祖病毒那个 就那条线差不多 它呢 就比较上呢 就打完疫苗之后呢 保护能力是 是差了少少 那但是怎么差都好呢 它都仍然是 这个没有病症感染 那条线呢 就以上 那样的 就是说呢 对那个打完 现在 我们常见的那几种疫苗 莫迪娜也好 佛必泰也好 Vizor也好 Johnson Johnson也好 就对付这个英国变种病毒呢 都仍然相当不错的 仍然非常之有效 对付到 那但是呢 就红色这条线呢 就有少少问题了 大家见到呢 这个就是南非变种病毒 那当它出现之后呢 即使呢 打完现在 刚才我说的那些疫苗呢 那那个保护能力呢 就开始下跌了 那样 就是保护得没那么好 那它呢 跌穿了第一步呢 就跌穿了这个 没有病症感染那条线 就是保护能力呢 就是过了这条线了 跟着第二步呢 跌穿了这个 有病症感染那条线 就是说呢 那个保护能力呢 就降低了一段 那就跟着呢 就一直横行 慢慢少 那样 就是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打完 那些疫苗呢 疫苗的保护能力呢 就 可能呢 就未必能够 防止到一些 没有病症的感染啦 也都未必能够 完全防备到 预防到一些 有病症的感染啊 就是说呢 可能你 就是打完那些疫苗之后呢 都仍然有机会 感染这个 南非新变种的病毒呢 而开始有病症的 但是呢 就因为这条线呢 就斜斜地向下走啦 但是呢 就未通过 未跌得低过 入院这条线 就是说呢 即使你感染这个 南非的新变种病毒呢 可能你开始 会有感染啦 也都有机会呢 感染得来又有病症 但是呢 就应该呢 又未至于入院的 就是说 at least at least 最起码呢 你打了那些有效的疫苗呢 都可以保护到呢 你免于入院那样 即使感染了这个新变种的病毒呢 你都未必说真的很严重的 即是都还好 即是不会太危险了 但是呢 就之后的走势呢 那些疫苗能不能够维持 这种这样的pattern 维持到这个程度的保护 即使最差最差的情况 都能够防止到那些人入院呢 就很在乎呢 就很在乎呢 有没有一些新的变种病毒出现 那大家都知道了 新变种病毒出现呢 又很在乎全球呢 究竟那个注射疫苗的进展 有多快呢 这个是一个比赛来的 即是究竟 我们打疫苗打得快呢 还是病毒变种得快呢 那现在的趋势呢 因为全球都仍然很少人打了疫苗 所以变种的过程一直在进行 如果真的不幸 可能有一天有个新变种出来 即使你打了有效的疫苗 那个保护能力 就慢慢 如果有条线 就在这里 直插到底 过了这条 入院那条线的话 即是说你打了疫苗 都仍然有机会 被一些将来新变种的病毒 感染了之后 而入院的话 这样就大件事了 这样就证明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疫苗 都叫无效了 就要重新发展过 那就麻烦了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能够可以打到疫苗 那么尽快打了它 怎样都是好事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